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恭喜今天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 感恩前来祝援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地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再次感恩大家 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甘露变洒 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新灯 开启心灵之门 心灵导师 世界和平大使 卢军红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无常忘我 救度众生 将佛法与和平之光 普照世界 使一千万人学佛修心 改变命运 灵验势力 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军红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及马来西亚皇室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还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 2014 中国人物年鉴 并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 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 2015 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今天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卢军红师傅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 延续会命 启发菩提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航普度 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 我们更应该学习以师父为榜样 学习观世音菩萨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将心灵法门的佛法之光 燎原光大 让更多有缘众生得闻佛法 离苦得乐 连日来 师父一刻不停 为我们开示加持 师父付出了巨大的能量 今天一整天的拜师仪式之后 师父顾不上休息 晚上还要特别为我们开示加持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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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都没有椅子的啊 谢谢 你们要是站着 那我也站着 你们坐下来 我就坐下来 大家坐下来了吧 谢谢 这几天呢 法喜充满 法喜充满 因为有太多的菩萨来了 我待会告诉你们 我们拜师的那些弟子都看见了 我们拜师的那些弟子都看见了 大菩萨都到了 大菩萨都到了 那么首先呢 也是有缘分 继续我们今天呢 能够相聚在湘江有这个佛缘 那么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诸威菩萨 和我们各位法师 全世界佛有的祝愿 我们因为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天上又多了一千两百多莲花 法喜充满 那么我手上有这么多的 全部都是弟子看见菩萨的验证 我只能挑一点告诉大家 我们共沾法喜 我是二十一号上午拜师的弟子 那么今天呢六点半 太阳刚刚升起来 我就看到阿弥陀佛和众多的佛菩萨来到了人间 金光闪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采着莲花也来到了博物馆的上空 周围有很大的一团光 香这个无比慈祥 而且观世音菩萨非常的和蔼可亲 还不停的用羊柳枝 还不停的用羊柳枝撒着甘露 淋到了每个同修身上 7点30分 拜师的弟子 越来越多 义工特别负责 认真的维护秩序 我突然感到不远处 站着一个身高金三层楼 金隔铁甲彩带飞舞怒目圆真 神情很吓人的护法神 此时我给周围人讲 佛菩萨护法神都来了 大家小心点努力念经吧 很多义工走过我的身边 居然他们身上也有护法神的身影 也是金隔铁甲彩带飞舞 而且手持戒持 这时候我就跟周围人的人讲 你们要听义工的招呼 遵守秩序 没想到这次来做义工 都有护法神上升啊 突然感觉到师父来到了会场 我在想 我们还没入场 师父咋就来了呢 仔细一看 师父又不见了 过一会儿又看到师父面带微笑 和蔼可亲 精神闪烁 身体周围散发着精光 而且精光四射 我在仔细端详着师父 师父身上 原来有着一尊白衣观世音菩萨 当中我就不讲了 有很多的莲花 开始飘浮在空中 向上升 每个人的头顶 有艺术光速连接到空中 而且这个物质快速运动 那种速度人间是没有的 有大有小 我们慈祥的师父面对微笑 双手合十 为我们加持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亲身感受 我叫陈国英 我十三排三百八十一号 我感觉菩萨一次一次的给我加持 我第一次感应 看到前面一艘大船 紧跟在后面有几艘小船 看见蓝蓝的天 蓝蓝的海 真是美丽极了 第二次感应 看到一个人一个人往上去 第三次看到佛台 左上方有一朵金灿灿的莲花 菩萨和师父一次一次的加持我 谢谢菩萨 都太多了 我只能挑一句跟大家讲 在师父给我摸顶的时候 我眼睛前面 金黄空虚 金黄空虚 广大无垠 感受到 这是菩萨妈妈告诉我们 世界一切皆空 我在结束后 向菩萨磕头时候 看到一条金光闪闪的天路 走向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后面慢慢的往上延伸 这些看到菩萨的弟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很节约 他们不知道师父眼睛很好 所以都写得这么小 我叫李东宏 师父在给我灌顶的时候 我感觉刷的一下 从头到尖很轻松 师父给弟子们集体加持的时候 我一下子上去了 在白白的云彩上面 像波涛汹涌的浪 看到观世音菩萨满脸微笑 我叫李苏兰 江苏连云港 6月21号 第一批拜师的弟子 我看到了地藏王菩萨 跟我说好几遍好好学佛 修心念经度有缘终身 接着看到了观世音菩萨 对着我微笑 接着我看了一尊很大的菩萨 站在青色的莲花盘子上 不敢确定是哪位菩萨 好像是阿弥陀佛 接着几乎所有的莲花 都在望上升 有高有低 紧接着我被右面的师兄给推醒了 很遗憾 这个人可能比较大方 字稍微大了一点 这是孟海英 他说这三天来 我看见了很多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不要说了 好几位菩萨我不认得 还有一个和观世音菩萨差不多 但是我叫不出他的名 还有阿弥陀佛大师之菩萨 就在观世音菩萨的身边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法会 所以我想把我看到的 告诉法会的同修们 菩萨真的在 就在我们的会场上 师父跟你们讲 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也相信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的人看得到 我想再讲一个吧 因为今天拜师现场 师父刚刚点上香 我就看到笑脸相迎的米勒佛和鹅扎赶到了 你们今天第二场的时候 有六百个弟子 你们师父刚才告诉过你们 说米勒佛来过没有 你们举举手给他们看看 师父跟你们讲 大家看见了吗 我在拜师现场 我告诉他们 今天不但观世音菩萨来了 米勒佛也来了 米勒佛很开心啊 他说 顿时屋顶开启 一条金黄色的火龙从天而降 到了拜师的现场 在围绕现场 转一周就出去了 接着 太上老君和小童子 踩着金黄色托盘大的莲花感到 把我 把我扯上了 把我扯上了莲花 我顿时感到身体不稳 左右摇晃 我望后一看 我们拜师的师兄们 还留在拜师的现场 太上老君 一直把我望上拜 我看到天上很亮 星云的当中 我看到了一座白色的房子 屋檐上雕刻着竹叶花纹 正在此时 我看到了观世音菩萨 骑着火龙来到了拜师现场 把我们拜师的所有师兄 一起带上天 正在此时 一名师兄的咳嗽声把我惊醒 我又回到了现场 真的很可惜 如果没有这位师兄的咳嗽 说不定他就在天上不会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 太多了 我可能讲不完 观世音菩萨妈妈来了 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朵粉红色的光 和师父头上的光连在了一起 观世音菩萨的光更大 那是废话 师父的光哪有观世音菩萨的光大 不能再讲太多了 所以再来最后告诉大家 那么有一个人 今天呢 他说看到了西方三圣 还有师父来看他 然后他在师父加持的时候 他呢 他呢 有个意念 因为 拜师为了什么 有 有一个意念问他 你前面这个人 要不要度 结果呢 那个人因为被 倉扶着 我在想 我的能力比较弱 所以 哇 一下子看到了观地菩萨的脸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接着 我肚子痛了 做错了 那应该怎么做 想了好几个回答都不行 毒七伯灭罪真言还不行 终于想到 我会尽我的能力帮他 肚子很快就不痛了 在培训厅上 闭上眼 看到了很多的龙啊 后来还看到一个 转着大大的莲花池 里面有一朵一朵小莲花 在拜师的时候 我听到菩萨说 你回来了 菩萨给了我一把 金光闪闪的闪 我举在头上打开着 菩萨说 你有个结 菩萨帮助你了 闭眼看到一尊大佛 张开大大的手 里面有朵小莲花 金光闪闪 莲花飞起来到空中 我的后背挤住一阵电流死的通过 菩萨给我喝了一杯水 我闭上眼睛 结果菩萨给了我一个围巾 我就飞了下来 我闭眼看到了一大盆水 有白色的毛巾 看到水像大坝似的流下来 我迷惑着后背再次发热 菩萨最后说 你会经历磨难考验 实际上这个水就是菩萨加持我们的净瓶水 佛法真实不虚 慈悲是学佛人的基础 精进是学佛人的智慧 如果你今天开悟了 你就不会为自己的过去难过 佛法讲 逢苦不忧 如果是得到生活甜蜜的前奏 你要懂得 我是悟道之人 对人间的一切得失从缘 我不管失去和得到 那都是我的缘分呢 今天能好好地活着 我们就是有缘众生 今天我们夫妻分开 就是无缘的眷属 今天我们能够平安 说明还有善缘 我们今天和孩子闹翻 就是恶缘 人间的一切有情烦恼 都是一个缘分 珍惜今天还有的因缘 你才不会失去你仅有的善缘 今天我们拥有了佛缘 才会有今天世界佛有的团缘呢 今天我们要广结善缘 才会拥有菩萨的佛缘 珍惜今天的父母亲 兄弟姐妹和我们的佛有 给我们的善缘 我们才能了脱无名 解脱自我 得到真正的佛缘呢 在Spring Books 澳大利亚一个草原的名字 澳大利亚那里的草 长得特别的好 那里的羊群 规模越来越大 走在前面的羊群 总能吃到草 而后面的总是吃剩下的 所以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羊群为了争夺食物 都拼命的往前奔 大家只管往前 你争我夺不停的狂奔 这个Spring Books 草原的尽头 谁也没有想到 是一个悬崖 羊群跑到悬崖边 也全然不顾 最后总是整群整群的羊 往悬崖下面跳下去 这个故事说明 我们人为了达到目的 不顾伦理道德 不顾法律的约束 忘记了因果 我们应该怎么样随缘 每个人都在拼命的 为了自私的心 和自己内在的私欲 狂奔着 每个人不顾生命的价值 为了一些钱财 为了一些利益 而将自己的生命 就这么断送 这才是人间真正的悲剧 现代人 不接受别人的规券 只想到自己眼前的一些积德利益 结果他们放弃 他们放弃了精神上的进化 所以人要看到远的 比尔盖茨 电脑的老总 他说 我永远是拿着望远镜 在看这个世界 所以他的成功 不是偶然的 在十几年前 他就说了 每个家庭都会有电脑的 所以现在果然这样 为了积德利益 你们去求佛 只是为自己所求 你们不要忘记 菩萨是无私的 所以你们为了自己的私欲 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去求菩萨 菩萨很难给你们感应 又不付出 一旦眼前的利益 求佛求了不灵 马上又退转 犹如一个小孩 不好好的读书 还要老师给他的好的成绩 一旦成绩不理想 马上就不去读书一样 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 我们每天 学佛是因福报到来的时候 那才是果呀 佛陀当年住在植树给孤独园的时候 一位年轻人 愁容满面 见到佛祖 泪流连连 他说 佛祖 我父亲生病过世 我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 佛陀他为何活得不长久啊 佛陀说 你听我讲过 生老病死 人生无常的道理吗 人来到这个世界 岁数那是有限的呀 青年人说 我不觉得我父亲老啊 佛陀解释生命的长短说 人的生命不是论岁数而定 而是他在人间的缘分有多长 他的生命就有多长啊 年轻人又说 年轻人又说 我父亲舍此身后 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啊 请佛陀加持 能让他住在天堂 佛陀觉得 烦恼 带满了这个年轻人的心 他说 难得你孝顺 我答应为你父亲加持 佛陀找来了两个湖 一个灌满了油 一个灌满了石头 来到河边 佛陀说 石头好比业障 油好比扇业 我现在将两个湖 都放在了河里 装满石头的湖 沉下去了 装满油的湖 它飘起来了 佛陀说 我们用心祈祷吧 让油往下沉 让装满石头的湖 往上飘 年轻人知道 无论什么样祈求 石头一定是往下 湖一定是飘在上面的 所以当生命终了 善业一定往上升 恶业一定往下沉 这就是事实 不是靠谁加持 就可以得到好的境界 这就如同石头 五把靠着祈祷 浮出水面一样 所以人在往生之后 完全取决于自己生前的 所作所为 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 在世间起心动念 言行举止 都要弃恶从善 懂因果 不要因为一些人间的欲望 而在人间种下不良的恶因 我想解释一下的就是佛陀说的这句话 人的寿命不是岁数而定 而是他在人间的缘分有多长 你的生命就有多长 我把这句话解释给你们听 佛陀的话真的是哲学呀 你们以后不会怕死亡了 只要你们生命当中跟别人有缘分 只要你为众生活着广结善缘 你的生命不会很快的逝去的 所以很多过世的人比较吝啬 不愿意跟别人交朋友闭门思过 或者很小气 或者不愿意去布施 不愿意去付出 这些人他就是有寿命的 而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靠的是一颗慈悲的心 善良的心 我们有的是缘分要去救度 所以我们的寿命那是无限的 要想活得长 心中要宽狂 要想活得长 就要学懂无常 要想活得长 就是要学菩萨 学佛 这样我们在人间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缘众生 人的心念 它是在贪欲当中转变的 一个好人每天 不会去贪钱贪名贪利 因为你为了名和利 你的心就会变了 所以经常要这个要那个的人 它犹如一条毒蛇 一点一点的沾入了你的心 那么就让你贪得无厌 等到你恍然大悟的时候 你人性已经变了一个恶人了 你的恶性在转变 已经形成的种子 已经生根发芽了 为什么被抓进去的人 为什么被判刑的人 要叫他好这么难呢 难道他生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无恶不适的人吗 因为他是一点一点的恶念 恶习让他在心中生根发芽的 到了最后他后悔都来不及了 这就是造因得果 所以大家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信用卡一样 信用卡就是很多心理学家 他们根据人的贪念 他们根据人的贪念 而产生的一种消费品 因为人的贪念 没有看到钱 就觉得没有花自己真实的利益 等到结账的时候 他才大吃一惊 这就是跟我们人一样 每天做一点恶事 每天动一点恶念 等到大难临头来的时候 我们的果报现前的时候 才觉得 原来我做错这么多的事情 我要忏悔啊 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警惕自己这颗心啊 每天要善念俱齐 恶念消除 你才会真正的懂得 人生无常的这个佛理啊 一个人要学会退让 退是生活的一种转换 很多人走路走不通了 他还要往前走 他就会撞得头破血流 而很多人因为他们懂得 这条路走不通 我赶紧转换 其实退让就是让自己解脱 一个人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拒绝退让就是拒绝希望啊 感觉自己有错 你就不会常犯错误 学会忍辱的人才能精进 有多少人的成功 靠着忍耐成功的 很多人忍耐到了今天才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啊 有的人不能忍耐很快的家庭就破裂了 孩子就失去了父亲或者失去了母亲啊 亲戚和朋友 亲戚和朋友我们对他们不能忍耐争吵 我们会失去亲戚和朋友的帮助 我们失去了工作是因为我们看不惯同事的做法 和不理解老板的工作态度 所以我们失去了工作 所以我们失去了工作 所以一个不能忍耐的人 他会失去家庭孩子工作 连不能忍耐耗酒的诱惑 你都会出事啊 所以很多人看见酒 他就想喝 最后酒后驾车 车祸死亡 车祸死亡 失去了生命 想一想 车祸死亡 在全世界也是将近两百多万人一年啊 中华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忍天下难忍之事 成常人难成争之国 成功靠着毅力 修心靠着忍耐 成菩萨靠着智慧 想成佛靠着悟性和境界 今天基本上都是学佛的人在这里 我很喜欢跟大家说一点幽默的小笑话 大家也很喜欢听师傅讲一点点小笑话小故事 其实对心灵是一个陶冶 台长说的小故事小幽默 后面总有它的道理的啊 我告诉大家有一次上经济课 一个老师问同学们 同学们 投资和投机区别是什么 一个同学自以为聪明回答说 老西一个是普通话 一个是广东人讲普通话 因为广东人说投资了 发音像投机 所以世界上的人 对事物的理解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人生效果 我们同样是欢欢喜喜过一生 也是一生啊 悲伤的过一生 那也是一生啊 为什么不能用乐观的心态去看人生呢 如果你看到今天孩子考不上 并不代表孩子下一次考不上啊 这样你会对人生充满希望 我们活着人间就算再痛苦 因为我们有明天 我们可以去改变它 改变今天的烦恼 我们因为有今天的烦恼 不代表我们明天还会有更多的烦恼 小时候多少烦恼 现在荡然无存啊 用悲观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 你根本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 很多人为什么会自杀 因为他们想不通啊 他们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跟他作对啊 是他的心态问题啊 所以你到处去争斗 增加你的恐惧 忧愁烦恼 伤心 现在 才是正实的人生 充满希望 才是学佛人 应有的心态 和佛的境界 谢谢 那么师父总是跟大家呢 在讲法的时候呢 总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有一些现实的案例啊 总是告诉我们 希望呢 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 那么听众呢 我请台长看过世的养母在哪里 台长看出她已经在色界天了 而且描述出亡人的形象 比较瘦 因为走的时候不能吃很多东西 所以偏瘦 台长还说她养母为人很好 没有把她当成外人 临走什么东西都留给了她 但是这位听众 曾经有一次对不起她的养母 因为这位亡人 当时就告诉了台长 听众曾经有一次想离开她 所以她 这个养母非常的伤心 听众马上哭着 承认了自己这个问题 我想给大家听一下 这段话的录音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我还要问一下一个亡人 就是我的养母 杨玉如 你给她念了几张了 好像是一百多两百不到 我告诉你啊 她应该是在色界天了 哎哟 谢谢 谢谢官媳妇 她是瘦型的 不是胖型的 走的时候略微瘦了一点 对对对 她走的之前她不能吃很多东西 是的 师父 她人挺好的 对她 我妈妈的人真的挺好的 但是你非常调皮啊 我知道 我不好 你曾经做过一件很对不起她的事情 你让她非常伤心 就是你想离开她有一次 是的 这是她现在告诉我的 师父我错了 我错了 不能这样 人不能没有良心啊 而且她对你很好 走的时候把东西都留给你 对的 对的 她没有把你当外人 你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你把她有一段时间 真的很对她很不好 对的 那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吗 我自己也生大病了 我自己的脾气也很坏 很坏很坏 你脾气很坏 你生大病的时候是心脏不好 是的 是的师父 她的心肠很热 她对人家都很好的 很关心别人 对对对 我妈妈是很好的她这个人 谢谢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缘分 应该把它视为 都是启发我们的决心 我们人 学佛 不要怕事情 我们不怕事 我们也不早事 但是事情来了 我们要有智慧的 勇敢的去面对它 因为在面对人生烦恼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经验 和很多的智慧产生 为什么佛陀经常讲 烦恼积菩提 这就是道理 我们活在世界上 有很多的缘分 我们人是凭着这些缘分 而撑着活在这个人间的 如果家庭的缘没有了 我们还有工作的缘分 如果工作的缘分没有了 我们还有朋友的缘分 所有的缘分 都要把它变成善缘 不要把它变成恶缘 因为恶缘 会伤到我们的 台长跟你们经常讲 不该你碰的 你不要去碰 不该你看的 你就不要去看 不该听的 不要听 不该做的 坚决不要做 一切随缘 烦恼 就是你去看了 听了 去想了 才会做了 你不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像我们 孔老夫子讲的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一样 希望我们学佛人 好好地把自己的心 安静下来 好好地学佛念经 你不受外界的五欲六成所染 你才会得到清净心 平安心和慈悲心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靠的不是别人 要靠的是自己呀 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依赖性去靠别人 最后连自己也失去了机会 有一个男人 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 他失去了一个手臂 他很怕见人 他更怕别人的同情 让他的自尊心无法承受 有一次 他在肩上碰到了一位朋友 他慌忙地躲进一个小胡同 慌张中 撞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并踩伤了小女孩的脚 踩到很重 以至这个女孩子的鞋子 都陷进去一块 他连忙说 对不起 那个小妹妹 你脚受伤了吗 小女孩说 没关系 我没有感觉痛 男人很奇怪地说 我踩得你这么重 你为什么不痛呢 女孩在他惊讶的目光中 非常沉稳地拉起了裤管 指着腿说 我这是一条假腿 怎么会痛呢 女孩子继续说 我虽然少了一条腿 但我还活着 这就是我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要笑着面对每一个人 珍惜每一天 我要把我的腿 给每一个人看 不是让他们觉得我不行 而是让他们知道 你们有多么的幸运啊 女孩子的话非常有哲理 让这个男士非常的吃惊 他羞愧地想了一下 突然觉得失去手臂 没有比别人矮小啊 鼓起勇气阳光照在了他的身上 他一直在往前走 一个人虽然可以肉体受伤 但是精神不能受伤 一个学博人可以在困难当中 学会坚强 人生无常 世事无常 无常就是给我们的希望 当你饱受了无常的痛苦之后 我们才会更加珍惜人生 更懂得境界的提升 简单的讲 一个人只有吃苦了 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摆脱痛苦啊 我们人生唯一的财富 就是你们的身体和你的慧命啊 不珍惜人间的这个唯一的财富 你就是在浪费你的生命 浪费你的慧命啊 要记住 慧命也好 身体也好 是自己生存的唯一财富 如果你伤害了身体 和伤害了自己的感情 和伤害了自己的心灵 你接着就是在伤害自己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博 真正的开悟理解人生啊 我刚刚想起来 我的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徒弟 他每一次在师父给大家做开示的时候 就是在拖他们上去 他都能上去看到观世音菩萨 今天呢 因为他的母亲呢 刚刚在一个月之前走了 他在师父身边 他都不好意思叫师父看看 现在在哪里 因为我给他看过 他妈妈刚刚走的时候 就直接上去了 已经在天上很高的果位了 那么今天呢 他呢就在边上 当师父要托所有的弟子要上天的时候 他呢就一直意念呢 再开始上去 他知道自己在天上了 突然之间呢 他一个意念 诶 我妈妈不是在天上吗 我很想念我过世的母亲 我想看看她 刚刚意念一动 他看见他的妈妈来了 很大很大 这个徒弟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经常跟着师父身边的 一个老年的一个 我的弟子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相信佛的存在 修心要修到 不死不生断烦恼 我们所以要说出来的话 只有当你修到初轮回 你已经对人间的一切不在乎了 你所有的话说出来都是智慧啊 因为不沾人间任何的明和力了 你这个话说出来怎么会没有智慧呢 就像菩萨一样 修心就是在红尘当中锻炼自己纯洁的心智 人一般是经历了无数的苦难 苍伤之后才开始修心的 才能从中得悟的 得悟才能知道自己的不够 知悟而不悟行者 所以我们要得悟而开悟 知悟懂开悟 我们才会学会定 当一个人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开悟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定力 因为人间的一切对他来讲 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那么有了定之后 他一定会有智慧 这就是佛经常讲的界定会 希望大家好好的理解 当一个人对人间一切都定得下来 我不追我不求 经常心中讲 我够了 我可以了 我满足了 你就是有智慧之人啊 师父跟大家讲 有一位工人在野外作业的时候 被电突然之间击倒了 心脏当场停止跳动 人工呼吸无效 边上正好有一位医生 只有一把水果刀 情急之中 这个医生居然没有消毒 把小刀切开他的胸膛 用手折断勒骨树根 用手指伸入他的胸腔 提动心脏 恢复跳动 工人死而复生 所有的人 尤其医学界都惊叹 并疑惑的说 这个人太不懂医学 他怎么做病人 这会感染的 其实这个医生的伟大之处 就是他的选择 因为病人活了 才会有感染的可能 如果生命都没有了 无论被感染或没有感染 已经不存在于生命之中了 所以一个人活着吃点苦 受点泪 受点气 受到人间的污染 那是因为你的生命还存在 如果你的精神崩溃 你的肉体死亡 你已经不存在 在人间污染的问题了 所以学博人 从这个故事当中 要学会懂得 先要救自己的慧命 才能救自己的生命 慧命的伟大 在于知道自己生命的无常 慧命的伟大 在于知道自己所受的感染和痛苦 都是暂时的 而拥有永久的生命 他才能抵御人间一切污染 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这才是智慧的人生啊 我们活在人间谁不痛苦啊 我们活在人间谁没有烦恼啊 想一想 因为我们还活着 靠着我们这个活着 来坚定我们学佛的心心 因为我们今天还受着苦 所以我们才会拼命的去追求 人生的真谛和佛法呀 当一个人不能吃苦的时候 享受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他会失去一种伟大的理性的 所以人要懂得吃苦 吃苦就是消夜 消夜了才能得到往生啊 所以要想涅槃 那就是肉体和灵魂 共同的干净和纯洁 这样我们才会涅槃精进 才能真正的回到我们四圣道 和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今天坐在下面的 不是从来没学过佛的人 尤其今天师父也是很开心 观世音菩萨特别发喜 每一次只要收弟子 观世音菩萨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天上的莲花越多 这个天上就越美丽 就像人间一样 人间的花草越多 这个就像一个花园国家一样 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每个人摘一朵 纯洁的莲花 种在天上 让我们菩萨妈妈 让我们的佛陀 让我们的阿弥陀佛 这个适圣道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鲜花 越开 越开越茂盛 修心是什么 修心就是深深的 挖出你自己最内心的本质 并把它好好地擦洗 修心就是把自己已经破坏的良知良能 从心修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佛陀 这就是佛陀经常跟我们讲的 叫根本质啊 人要有菩萨的根本质 才能断除烦恼 破除无名啊 学佛人 学菩萨的智慧 我们不追求那些聪明 聪明不代表有智慧 而智慧的人 他一定拥有聪明 所以追求一种高境界的菩萨智慧 就能让你在人间如鱼得水般的自由 你的境界可以在人间享受 人间的一切佛缘和情缘啊 师父跟大家讲呢 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呢 我总是呢 希望大家呢 你们知道我准备了很多 那么现在讲不完 我以后年纪大了 跑不动了 我就在观音村里 每天晚上 早上呢 带着大家呢 我们绕佛念经 然后呢散步 到了晚上呢 大家呢 就一起有一个很大的礼堂 一起年纪大了 以后几十年之后 你们都变成老妈妈老伯伯了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师父也老了 就跟你们每天在一起 天天晚上跟你们讲 我讲不完的 我有太多东西了 哎 以后你们老了 你们境界修了好了 不像现在 浅浅的 我以后可以跟你们讲佛法 跟你们讲经文好吧 我会把它展开讲的 哎 你们会很开心的 嗯 因为我 我 我比你们唯一的忧郁 就是我可以问菩萨 我在家里写的时候 关心菩萨 不停的跟我讲 我就记下来 所以 所以我以后跟你们讲 啊 你们不会走错路 你们相信我 明太祖 朱元璋 曾经问下面的大臣 他说 天下何人最快活呀 群城众说分云 就是很多的城子众说分云 有人说 啊 皇上 功成名就者最快活 就是有成功的人 有名的人最快活 有人说啊 不假天下者最快活 就是最有钱的人最快活 朱元璋听后 面露不悦自色 就是说脸不开心了 觉得一个个怎么没有 没有智慧讲出来这些话 有一个叫万刚的啊 这个大臣 他说 那个皇上 为法度者快活 朱元璋大悦 就是非常高兴 因为为法度者快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道理前显 啊 大凡 为法度者 就是说 我畏惧那些法律啊 就是说 我不肯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的人 就不会整天提心吊胆 他们没有过分的欲望 就不会去办法 就没有忧愁 自然就快乐无比了 这就是佛法中常说的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无欲之人 一定知足 知足之人 定当快乐 所以在现在社会当中 我们要守法 在家中 要守规矩 在学佛中 要守戒律 在国家当中 守法律 你们就会得到无比的快乐 和法喜 这就是人生的道理啊 师父很感恩大家 能够跟师父在一起 我也很开心 我总希望把一些更好的东西啊 告诉大家 有一支淘金队伍在沙漠当中行走 大家都因为想着要多挖一些金子 所以带来了很多的口袋和工具 那么步伐当然沉重 痛苦不堪 因为背着这么多淘金的东西啊 越走越重 只有一个人快乐的走着 别人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舒服啊 他笑着说 因为我带的东西最少 那么人家说 为什么你带的东西少啊 他说 因为你们都有很多的包袱 而我没有包袱 因为我不想挖很多 我只想拥有一点点 原来人的快乐很简单 不要斤斤计较就可以了 学博人想活得快乐 不要把别人的谩骂 忧愁烦恼和诽谤放在自己的心上 你就会活着很简单 你不要去听坏的东西 就听好的 你心中装满着善良和好的东西 你如果天天去听到那些烦恼 忧愁的东西 你心中装的都是忧愁和烦恼 你当然天天就生活在烦恼之中 所以学佛人要真正的理解佛法 靠的是一种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让你能够懂得 对人间的任何事不能太留恋 心中不能有挂爱 不能不原谅别人 因为你不原谅别人 你的心永远就不会安定 有多少人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感情当中 人家开心了他也开心 人家伤心了他也难过 自己的情绪完全被别人控制 所以有一个妈妈 一天非常的高兴下来放假 在家里做菜 孩子一回来 妈妈说读书好吗 成绩单给我看看 一看马上又骂又跳又叫 砸碗砸锅子 实际上他的情绪 完全被他的孩子所控制 所以人实际上是活在别人的感情当中 我们要付出爱心啊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我们能消除烦恼就有智慧 我们拥有的房子 其实很多 但是百分之七十 那是空制的 我们一辈子赚的钱 百分之七十 那是留给别人的 今天赚的越多 只能证明你以后的遗产越多 你追求的欲望越多 你的失望也就越多 我们要上观人间因缘 你就会随缘 只有抛弃人间的假智慧 才能显现佛性的真智慧啊 时间呢过得真快 所以呢我只能把精彩的留给明天给你们讲了 明天还要讲 师父只要活一天就救你们一天 我是这个是我的誓言啊 我可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誓言啊 所以我只要活着你们有什么病痛 你们有什么磨难 师父真的会救你们的 谢谢大家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面有更精彩的 还有弟子回答的问题 啊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共修会的回答问题 这么多呢我明天跟你们继续讲 好吧 谢谢大家 大家告诉我 大家这两天 法喜不法喜啊 开心不开心啊 像不像在天上的极乐世界啊 到了时间有人给你们送饭 嘴巴干了有人给你们喝水 相互在一起都在念经 那不是在天上在哪里啊 更重要的看看 这么多的菩萨都陪着我们啊 你们哪位子修来的福啊 好好的感恩吧 感恩我们还活着 感恩我们还有这个机缘 能够在人间普度有缘啊 让我们一世修成 千万不要懈怠 不要退转啊 这个世界 如果好好的学佛 是属于你们的 如果不好好的学佛 那是属于地狱啊 所以一定要每天行善 每天做善事 每天动菩萨的脑筋 好好地做个像个菩萨 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些 一千多个弟子 像模像样 这两朵莲花翻在外面 每个人发喜充满 那就是在人间的菩萨呀 师父很爱你们 很开心 这两天发喜充满 我这么累 我回到房间里 摊在那里 都不能动了 昨天早上五点钟 很多灵性来找我 五点钟到六点钟 一个小时 我的头像炸开一样啊 悲夜啊 所以你们帮人家悲一点 也是正常的 师父帮别人悲夜啊 记住啦 我们要吃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你们知道什么叫人上人吗 因为人上人就是圣人 圣人的上面就是菩萨啦 很开心啊 这么多的菩萨欢聚一堂啊 希望到天上也能看见你们啊 师父以后在天上看见你们 哎呀 我的这么多弟子都上来了 我法喜充满 我可以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菩萨你看 这么多弟子都莲花朵朵开啊 我多么盼望这么一天啊 希望你们一定要上去 要好好修啊 不要再生气 不要再难过 这一切就像云城一样 一会儿就没了 生气像一朵乌云啊 他可以暂时让你看不到太阳 看到的是阴影啊 所以你的心中就充满的恨啊 但是当这个太阳还有吗 是有的 当乌云一过 太阳又出来了 所以在人间痛苦一过 我们幸福就治啦